接下来我们就是考量这个所谓的 Mean-Meleu Theorem for Integrals 就是我们的今天早一点所说的 第二个我们还没第二个fact 那这个命题事实上可以写得更所谓的 有一点更普遍 就是我有两个函数F跟G F是连续G是Integrable 那前面我们已经有定理说 就是说F连续当然就是可G了 FG都是AB去R的一个东西 那所以FG就是可G 那这个积分我可以有一个 有一个不一样的表示方式 就是可以写成是G的积分乘以F 在某一个点 这个点是在AB中间 是这样子 那这个命题最简单的状况 就是当G等于1的时候 如果G等于1 你左方的就是这个F的积分 然后G的积分是什么 就是B减A E的积分就是B减A 那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AB 我们就是有一个C 有一个C在某一个点 C它的函数值 刚好就是可以跟AB组成一个长方形 而这个面积就是 跟这个曲线底下的面积要一样 这就是我们这个命题所说的 但是C在哪里呢 讲不清楚 我们只保证它有 有在哪里 不知道 那不同的F 那可能是在中间 但是呢 不同的F状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就是 大家可以比对一下 我们早一点所说的 这个是等于F的C乘以H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命题跟这个命题是 是同一样事情 是不是 同一件事情 是这样 OK 好 所以我们就是要将这个 这个所谓的均值 所以这个积分的平均 这个积分是等于 尤其在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 它是代表 这个FC是代表什么 FC是代表 就是 这个 F的整面积的一个平均值 是不是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均值来的 mean value 这个真的是一个mean value 你们学几率的时候 事实上就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表示的方式 我们的均值碰到 就是你是 连续型的那种几率问题 那就是 这个就是确定 就是我们的均值 那 好 证明呢 是 非常漂亮的 因为 这个证明我们前面用到的定理呢 大概都 都用上 这个很漂亮 我们用了extreme value theorem 用了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还有什么 要用到这些所谓的积分的不等式 前面我们已经做过 就是说 你的F如果大于等于G的话呢 要可G 大家都可G的话呢 那这个积分就是要 这两个都要 会保持 这个不等式 前面我们已经做过了 那我们要用到这个 好 我的图画呢 事实上是很简单的 图画就是这个样子 图画是 我的F呢 它是连续 当然重要 它是在B区间 有界B区间上连续 所有好的东西都对嘛 那所以 F呢 是小于等于M 大于等于小M 这个是extreme value theorem 告诉我们 它会达到最大值 也会达到最小值 最大值是大M 最小值是小M 然后G是非负的 所以呢 我乘上去的话呢 这个不等号呢 会保持 然后再用这个 这个资料 我积分 也会保持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积分 然后只要我们 适当的利用 那个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我这个C就跑出来了 那所以 这个是一个 有确定理 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整个脉络 我们这些 所谓的 基本的东西 我又要再讲 这个完备性功力了 就是基本的东西 搞清楚以后 我们这些大定理 就清楚了 好 我想我就 就这样 作为一个动机 我这个证明 就是按照 刚才的那个规划 去给它 Extreme value theorem 就是F呢 是达到它的 最大值 M的最小值 好 那我就令 这个小M 是等于minimum的F 大M是等于 大M是等于 maximum的F M的最小M 这就是定义来的 它有一个点嘛 是等于F的 M的最小M 是等于F的 是等于F的小M 这是定义来的 它有一个点嘛 是等于这个minimum 那这里呢 我叫做 F的大M 那这个都是非常 自然的这个符号 来说明它是对照着 这个maximum value的 这个大M就是maximum value 那但是我目前 不需要写这些X小M大M 我这个后面要用 那无论如何 afx一定要在小M跟大M之间 是不是 那然后我就按照刚才的那个做法 就是我乘每一个我都乘这个G 这个小M的G 因为G 是大于等于零 这个是重要的 它要non-negative 用我们的语言说 它是non-negative 这个东西才会对 那 好 然后呢 这样子的话呢 我的积分 也要保持嘛 因为我们的积分理论 是从A到B的积分 A到B的积分 A到B的积分 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这个M是一个常数 大M小M都是常数 所以它可以拉出来 这边也可以拉出来 我不写那么多了 小M我放在外面 是不是 是不是 好了 那 我说了 我要找到 这个是等于FC 那有两种Case 这个是 算是第一步了 做到这个已经是第一步了 第二步 差不多完了 已经差不多完了 这个定理不是那么长的 事实上 我事实上呢 一般是这样子的 我就将这个积分除过去 这个积分 基本上是正的 我只是害怕它等于零 如果它非零的话呢 我除过去的话呢 就做完了 那好 所以我首先先看看 万一它等于零 万一它等于零 那也没有很坏 因为根本我就不用多做了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积分 是小于等于零 M乘零 大于等于小M乘零 所以它一定等于零 这个我叫三吧 三就是imply 我这个东西一定等于零 那然后 我将它写成是 一个 而这个又是等于零 所以我随便乘一个数 譬如说 二分之A加B 一个中值的数 这个东西也要对啊 因为这个是零嘛 那我这样子写的话 就表示说 我的命题是成立的 因为这个就是我的C C等于二分之A加B 在这个AB里面 命题就成立了 这个minimal theorem就成立了 那所以我事实上 最主要是应该要看 它不零的时候 那F是 G是non-negative的 非负的 所以如果它不零 只要是横正 横正的话呢 我就 这个3里边 我就每一个都除这个 这个积分 就是从3 我就得出 我的ABFG的积分 跟我G的积分 事实上是小于等于M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大M 大于等于小M 是不是 因为我每一个都除这个 我3除这个G 我的右端就大M 我的左端 这个 这个除掉了 这是小M 事实上是这样子的 所以 这是一个数 这个数是 在小M跟大M之间 是不是 那 也做完了 是不是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所以就是 E的呢 大概是三种状况 它可以等于小M 或者是它等于大M 或者是它G不等于小M G不等于小M 那就是 是这个 那 当然最重要的这个Case 是这个 最重要的Case 是这个 它是绝对介于大M跟小M之间 那我们的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当然就用上了 对不对 那就表示说 把这个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就是一定存在一个C 在AB里边 这个FC呢 就要等于这个值 它是一个时数 在两个 两个 这个 F的值中间 那所以呢 那两个F值是什么 一个是X小M 一个是X大M 现在呢 我弄的宽松 我就是 它们当然也是在AB里边 所以呢 就是等于 这个 G分 FG 除以 这个分母是 G的G分 那这样子 给它乘过来的话呢 当然我的命题也是要成立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 就是 我这个 我已经说了 这个是一个时数 刚好等于小M 或者是我干脆就这样子写了 就等于小M乘以这个ABG 这个状况 但是小M就是等于F的X小M乘以这个 小M就是这个 所以 现在的小C就等于X小M 所以又OK 那或者是第三种状况 就是它等于大M 那当然也类似 所以 在无论在什么时候 我这个4呢 都要成立 对不对 所以 in any case 这个4呢 都要成立 那我就证完这个命题了 好 这个是 min-melu theorem for integration 那到这个时候呢 那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那些所谓的 男的东西呢 就差不多 就给它 就是 整个理论呢 就是 是非常确实的 给它 可以建立起来 我们就是 没有什么瑕疵 那 我剩下的时间呢 我在做一个东西 就是有关 积分 那积分一个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代入法 那这个代入法呢 也是对的 也是对的 那这跟我们现在的 当然呢 我利用微积分基本定理 就可以给它建立起来 这个min-melu theorem for integrals 那有一些书呢 事实上这里还可以 还有东西往的 有一些书 如果你看高深一点的书 这个 这个定理我们书上有的 你看高深一点的书呢 这个叫做 the first min-melu theorem for integrals 那它还有一个 second min-melu theorem for integrals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我的fg的积分 是可以写成是一个 事实上它是 对 是写成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 在某一些条件底下 就是f的中间的积分 将这个f的积分拆成两个 然后呢 乘以g的一首一尾 两个单点的 这个叫 second min-melu theorem of second min-melu theorem for integrals 这个也是 也是对的 还有一些 所谓的extension 那 我们呢 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了 好 好 这个是一个 事实上是 我觉得是蛮 蛮漂亮的一个定理来的 然后 它又跟 唯一分的min-melu theorem 有一点关系 好 我今天最后的 这个定理 叫做所谓的substitution method 那substitution method 就是说 在某一些条件底下 我这个积分 可以写成是 一个f of phi of t 5' of t dt t是从c到底 是这样的一个积分 这个 这个当然很重要 我们这个substitution method 我大概有讲过 这种呢 基本上就是chain rule 事实上是chain rule的问题 如果你用不定积分的看法的话呢 绝对就是chain rule 一个f 对x的维分 是等于小f 那然后呢 然后 它对t的维分 就是等于f' 小f 再5' t 那如果大f的维分是小f 那这个当然就是f of phi of t 所以你对这个对t来积分 跟这个对x来积分 是一样的 是不是 不定积分的看法 那现在事实上 我们这个证明 我要给大家再写出来 就是这个细节 f是连续的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phi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 一一函数 从 cd 到ab 它是 c1 on2 它是刚好就是 ab就是等于 phi的 这个 值域 那然后呢 它是 譬如说它是大于零 5'是 是绝对大于零 那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我这个 substitution method 或者是change of variable 就成立了 就成立了 就change of variable 就成立了 那 我先给一个fact 这个命题不是最广的 这个定理呢 是假设了连续 事实上 如果它只是可记而已 这个f 事实上 这个东西要写出来就是 是可记而已 那我们的教科书呢 事实上也写了这个部分 那大家只是可以看 但是我现在呢 做一个简单的版本 那如果是可记的话呢 就会比较麻烦了 我们就是 比如说这个积分 我当然要用up summa law summa 那些东西去做 如果是连续的话呢 情况是简单的 可能大家看那个图画呢 会看得更 更 更有感觉 所以呢 我就选择了就是 一个比较 紧一点的 比较 紧一点的条件 当然呢 连续函数基本上 我们做积分也是连续函数了 只需要很特殊的状况 才会是indegrable 但是它是对 indegrable的都会对 那 是这样子 OK 这个证明 既然是连续的话呢 我 我简单来说就是 微积分基本定理 就OK了 那个证明 我们可以这样子看的 你5'呢 5'呢 5'是绝对大于0 事实上呢 5'就是strictly increasing strictly increasing 然后它是on to 我的phi c 就是等于a phi z 是等于b 是这样 那现在呢 我就 你看到我用这个 这个是 事实上是微积分办法 就跟我们前面的那些方法呢 是不大一样的 我考量是什么呢 我define 一个h of s 是这样子 我基本上是将 这两个给它相减 我要说 左方减右方是等于0 那我将左方减右方呢 看成是一个函数 是怎么说呢 我将这个b呢 我不写b 我给它活起来 变成是一个 比如说这个我叫做s 这个我叫做phi of s 是变成一个变量这样子 那h of s 就是等于这两个变量的差异 那是等于a phi of s f xds 扣掉 c s f phi phi prime dt 我 我考量这样子一个函数 那我的s呢 是 for all s呢 是在 事实上是在c去d 我这个都well defined的 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 你这个phi是可记的 f也是可记的 这些积分都没有问题 那然后你在ab上可记的 那你在 刚才我们已经写了 就是说你任何小一点点的区间也是可记的 这个是 这个是imply的嘛 那所以我这样子的话呢 是well defined的 对于每一个小s在cd里面 而且呢 我的当小s等于c的时候呢 是 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phi of 小f等于c c就是我的所谓的初始点 就是phi of c到af 再减掉c到c f of phi of t 5' of t dt 那我们积分的定义呢 你从一个点到一个点的话呢 根本你的积分只等于0 这个是definition来的 那这个是0 那这个是什么 phi of c 事实上我前面已经写了 这个也是等于a啊 所以也是a到a 所以这个积分也是0 所以hc呢 是等于0 然后 我再看另外一个事情 h prime s h的维分 h的维分是什么 那我就是利用那个所谓的 first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你的维分就是等于 因为现在呢 f是连续的 phi跟phi prime都是连续的 所以我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是可以work 如果不是连续的话有反例的哦 这个要注意的哦 我们这个可能下星期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反例 那你这个后面的你对s来为分是很简单 就是带进去就ok了 那前面的 这个是一个s的函数 所以呢我们要用chain rule 所以是一个f of phi of s 5 prime of s 那我跟后面那个像一模一样 这个是对于所有的s 这个维分都要是0 所以这个h啊 当然是等于常数 常数是什么 常数是0 因为我一开始就看出来 它在某一个点呢 是等于0 常数是0 for all s in ab cd 那特别 当s等于d的时候 h0 那就有我的c到d 那这个是一个维积分方法去算 去证明命题的 这个方法是很简单 只要我的函数是连续的时候呢 这个方法就可以work 大家要学一学 就是 我待会我再举一些例子 来给大家看 这是利用我们的维积分方法 去做东西的 所以我这个代入法呢 就ok了 那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就顺便就讲一讲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蛮重要的 比如说 刚才我们做了一个等式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不等式 对于所有的x大于等于0 我的ex呢 是大于等于1加x 比如说做这样子的一个不等式 那你事实上有不同的方法做的 那如果你熟悉这个teller series的话呢 你当然知道就是说 这个1x就是等于1加x再加2分之x平方 再加3阶层的x三方 再加4阶层的x四方 一直走下去 所以后面东西都是正的 那就ok teller series 但是呢 那个是所谓的高级的定理 那我们可以不用这么高级的定理 我们也可以做 而利用微分法呢 这个是标准的微积分方法 是怎么样子 fx是我就将它左边减去右边 然后f0等于10-1-0 f'0 f'x是等于1x-1 那1x当然是 当x大的时候呢 1x大于1的 因为我们知道1 本来就是一个 严格递增的函数 所以它是大于0 for all x大于0 就这样子 我就知道就是说 我的f呢 是所谓的strictly increasing 那strictly increasing 你开始的时候呢 是等于0 那你strictly increasing 后面就不是大于0嘛 那所以increasing from from x等于0的地方 所以因此呢 就是说对于所有的x大于0的时候 事实上我可以做到就是说 这个afx呢 是绝对大于0的 那如果你考量就是要有最等于0的时候呢 这个有可能相等 是这样子 that is 就是 这个strictly increasing 这个事情就是很简单 那我就做完了一个利用唯一分的方法 证明一个不等式 简单来说就是 它从一个所谓的初始点 它等于0 然后以后的时候呢 它是绝对大于0 唯一分是绝对大于0 它是地震 地震的话它当然叫大于0嘛 那大于0就是意思就是说 左方只要大于右方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我们来说明一些不等式 或者是一些 一些复杂的关系的时候呢 要用的方法 那那个是维积分的革命的 事实上是其中一个 一个有力的一个应用 可以这样子说 所以大概就是说 我们的整个积分的理论呢 我想就在这里呢 我可以给它简单的总结 我们Riemann Sum 利用Partition 然后Upper Sum Law Sum 我们定义了可基 然后慢慢的 首先先出来就是 什么叫做 Integrability Criterion 然后在AR定理 在Daboos定理 那在维积分基本定理 那这些简单的性质 那当然整个呢 都是考量是 那个函数呢 是有界的 我们是 F是Bundant 而且呢 这个AB是Bundant 那如果它不是的话呢 如果它不是的话 那怎么办 那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 辖积分去处理它了 好 那我们利用Limit 来去讨论 比如说 这个我叫做第一个状况 我想就是说 这个是叫第一个状况 这个叫第二个状况 那比如说第一个状况 我们的假设就是说 B是一个所谓的Bat Point 那第一个状况呢 那第一个状况呢 Let B be a Bad Point 第一个状况呢 相当于就是 我的FABF XDX 就是F在B里边呢 是Unbundant 在B附近是Unbundant 那我们的定义就是 就是看 就是一个Limit A B-Delta 对不对 然后呢 FxDx 然后Delta是趋向0 Delta是一个正数 它慢慢的趋向0 这个是定义来的 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每一个Delta来说 这个F都是Bundant 我固定Delta以后 F就是Bundant 这个积分是有效的 它是一个时数 那F当然是好的 比如说连续 那然后我Take Limit 看看这个Limit 会不会存在 如果有的话 我就说 这个积分就是存在 收敛 这个是Exist 我说它是Converge 这个Impropriate Integral 是Converge 如果这个Limit是Exist 否则的话呢 我就说这个Impropriate Integral 是Diverge 对不对 那第二个状况呢 是 它是Unbundant 那B是坏点 坏点意思就是 它在B这个地方呢 是Unbundant 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考量A到无穷的 这个Fx的积分 这个在实际上应用上面 也是当然是非常重要 还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的定义 A是 就是等于Limit 小A到大A 然后呢 大A去上无穷 是这样子 那 固定大A以后呢 这个就是一个有界的区间 然后F呢 是Integrable 所以这个积分呢 也是存在的 所以 可以看成是 好像就是一个Sequence的Limit 的这样子的看法 一个实数的一个Limit 你也可以说是 它是一个A函数的一个Limit 那这个Limit存不存在 那就是一个问题 它可能不存在 如果它存在的话呢 我们也是这样子说 就是 它是Converge 一样这句话 所以我想我不再写了 就是 如果这个Limit存在的话呢 它就是Converge 那否则的话呢 这个所谓的辖积分呢 就是Diverge 我们的理解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积分 也是代表着曲线底下的 这个面积 那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所谓的 Test for Convergence 什么时候会Converge 比如说 你如果是 X的P方 一到无穷DX 那就是当 它有Converge 有Diverge 当P是 是小的时候呢 P是负的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会Converge 当P是小于负1的时候呢 意思就是说 它是X平方分之一啊 这个Backpoint是无穷 就会是Converge 那如果P大于等于负1的话呢 就Diverge 那另外一个 Unbounded Case呢 就是这个 有可能是Unbounded Case 就是这个东西 那当P是 我们有时候会写这个是XP是分母的 我这里是写成分子 那当这个时候呢 是有点像是跟这个呢 是相反的 是一个对偶的关系 这个时候呢 我不希望P太小 那因为积分了以后呢 这个X如果在分母呢 那你在零那个点呢 就会是法散的了 那所以 当P是大于负1的时候呢 它是Diverge 当P是小于等于负1的时候呢 它是 再来一次 P是大于负1的时候 它是Converge 那在两个状况底下呢 负1呢 都是不好的状况 那个 我们叫做P Integral Test 对不对 那这个是最基本的 Impropriate Integral 我们很多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 对照啊 comparison啊 这类的东西 那都是用这个P Integral来做的 那这个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我相信大家在去年的 戴一维积分里面来说 就是说 我都有见过这个 这个Impropriate Integral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那好 那我今天就来到这里